前新增的一个案例 确诊的案例 我们第45号的案例 第45号案例还是从我们34号 这样的一个案三四所衍生出来的 属于在该院里面 同病房不同病室出院的病人 陈时中表示 第45例确诊患者近期没有岛内外旅游时 2月14号因其他疾病收职住院 与第34例新冠肺炎确诊者 同病房不同病室 于2月20号出院 3月1号 卫生单位进行第34例 相关风险对象追踪裁剪时 因简体显示异常 3月5号再次裁剪 于3月6号确诊 目前收治在负压隔离病房 新冠肺炎疫情在岛内蔓延 但民进党当局上下都执意宣称 健康的人不用戴口罩 国民党籍民代杨琼英 日前就这一话题 质询台卫福部门副主管何启功 到底要不要戴 我们坐高铁密闭空间 坐捷运密闭空间 坐公车密闭空间 因为早上部长已经说 不排除社区感染 那到底要不要戴 请问 报告委员 如果在整个高铁或者捷运算是比较密闭 不通风 然后人比较拥挤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几乎都是在戴口罩 这是民众自主管理要戴 那这个专业的立场到底要不要戴 你是主管机关单位啊 到底戴对还是不要戴才对 因为你的影片是告诉我们不要戴啊 那到底要不要戴 面对杨琼英的一再比稳 何启功这才松口说道 我们现在还是维持原来的基调 就是你到密闭空间 或者是人比较多的地方 近距离会接触的 是要戴是不是 要戴 对 要戴啊 魏无部是一个专业 正在搞了一个骗子 影片的骗啊 影片 你不要紧张啊 不是骗子啊 不要再将错误的讯息 由你这专业的部门拿出来 这会撤西郎啊 对于民进党当局前后不一 台网友纷纷讽刺道 口罩不够用 不代表你就可以宣传不要戴 为了掩饰之前不缺口罩的谎言 而撒一个更大的谎 民进党当局的政策 分明就是超大发夹弯